8月14号 第七届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在北京开幕 本届研讨会以藏学的繁荣发展与开放的西藏为主题 共有320位中外学者参会 北京国际藏学研讨会是国际藏学领域规模最大的学术会议之一 自1991年至今已举办六届 上一届研讨会于2016年召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陈宗荣指出 藏学研究要始终为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为保护和弘扬西藏的优秀文化服务 为维护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服务 境外敌视中国的势力 让所谓的西藏问题作为搞乱中国 破坏中国发展进步的筹码 千方百计的歪曲西藏历史 误蔑攻击中国的社藏政策 挑拨西藏的民族关系 煽动民族分裂势力 扰赖西藏社会秩序 这就需要我们藏学研究者 捧着捍卫真理 维护公平正义的原则 以学术的方式 让西藏的真实历史和发展成就 告诉世界人民 不断充盈国际藏学正能量 还要深入研究分析 西藏的政治民族和宗教等问题 为监视组好中国特色 处理民族宗教问题的正确道路 不断丰富完善发展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提供决策参考 开幕式上七位专家学者做主旨发言 分享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共同探讨藏学发展规律 西南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教授 万果认为 藏学学科的优化方向 应该侧重于高水平高层次人才培养 奥地利科学院亚洲人文与思想史研究所主任 比尔格特·凯尔纳指出 奥地利科学院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 合作在西藏泛文写本研究工作上 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果 他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密切交流 推动泛文写本研究的国际学术合作 再上新台阶 The results of our cooperation over the last two decades confirm the grea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value of Sanskrit manuscripts in the TAR this can only be the beginning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deep gratitude to the CTRC for having provided this opportunity I believe I can speak for all the scholars involved in this effort when I say tha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contributing our abilities further 当天 研讨会举行了第五届中国藏学研究诸峰奖颁奖仪式 发布了中国藏文学术期刊《社会评价体系》 研讨会为期三天 期间还安排了人文纪录片《驼霸木人赏西》 发现清代佛画康熙堂卡学术讲坛等活动 会后 主办方将组织部分海外学者代表 赴青海省 黄南藏俗自治州等地进行考察调研